民法第67条明确了动产的范畴 及所有不属于不动产的物品均为动产 中华民国民法第67条动产 条文解释 动产的定义 动产是指所有不属于不动产的物品 换句话说 凡是不属于土地及其定住物的物品 均属于动产 举例说明 例子一 家用电器 张先生家中的电视 冰箱 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都属于动产 这些物品可以轻易的移动 不是固定在土地或建筑物上的 因此它们符合动产的定义 例子二 家具 李小姐家中的桌子 椅子 床和沙发等家具都属于动产 这些物品虽然通常放置在某个位置 但它们不是固定在土地或建筑物上的 因此也被视为动产 例子三 车辆 王先生拥有一辆汽车和一辆自行车 这些车辆可以自由移动 不是固定在土地或建筑物上的 因此都属于动产 例子四 农产品 田先生拥有一片农田 种植了很多蔬菜 当这些蔬菜还在田里时 它们属于不动产的一部分 但一旦蔬菜被收割 这些蔬菜就不再是土地的一部分 而变成动产 例子五 个人物品 陈小姐的书包 手机 衣服等个人物品都属于动产 这些物品可以随身携带 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的 总结 民法第67条明确了动产的范畴 即所有不属于不动产的物品 均为动产 这样的定义 有助于在法律上区分动产与不动产 从而为相关的法律处理提供依据 动产的特点是可以移动 不是固定在土地或建筑物上的 因此在生活中 除了土地和建筑物外的大多数物品 都属于动产 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的 the 跟平安都可以移动